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過去兩天 班農作戰士和右翼媒體《網關專家》 接連報導了密歇根州警察局 和該州馬斯基根市警局對該州2020年大選 一宗重大欺詐案的偵查報告 案件在2020年11月被移交給聯邦調查局 此後便石沉大海 而這份報告到現在才公布於眾 幾乎是三年之後 但報告揭開了民主黨收割選票的主要運作方式 對共和黨人如何備戰並贏得2024年大選 極具現實意義 班農更希望把這份報告的影響做大 以此推動恢復傳統的紙質選票 根據《網關專家》的報導 兩名選舉誠信活動人士獲得了2020年 密歇根州警察局的偵查報告副本 並在今年6月開始了進一步調查 《網關專家》的一名AR高手 隨後也加入了這個調查 根據密西根州警局的報告 選舉欺詐首先在密西根州馬斯基根市發現 這是個小城市 只有38,000人 據當年大選僅一個月 馬斯基根市書記員安·梅詩和副書記員 金伯利·楊注意到 一名黑人女性到書記員辦公室 提交了大量已經填好的選民登記申請 他們認為這些表格似乎是欺詐性的 10月16日 梅詩和楊聯繫了當地警察局 他們告訴警方 在這些申請表中 發現很多都有相同的筆記 相同的簽名 甚至是假地址 假電話號碼 而且 所有這些申請都是同一家公司辦理的 這家公司在南菲爾德和奧本山 設有兩個辦公室 這兩個辦公室的地址 提供給了美國郵政局作為郵件退回的地址 這意味著郵寄選票時 退回給郵政局的大量選票 將轉寄到這家公司 在警方的報告中 公司名稱塗黑了 但《網關專家》報道 這家公司叫做GBI戰略公司 那麼 這家公司遞送了多少份選民登記申請呢? 梅詩告訴警方 它估計有8000份到1萬份 包括該公司郵寄的申請在內 其中一些表格是由一名自稱 布里安娜·霍金斯的黑人婦女送去的 2020年10月20日 是選民親自登記申請的截止日 那一天 這名婦女又來到書記官辦公室 親自遞交了額外的登記表 梅詩估計有2500份 梅詩馬上聯繫了馬斯基跟市警察局 隨即 來了兩名警官對這名黑人婦女 進行了非居留性採訪 霍金斯告訴警官 他的工作是尋找未登記的選民 並為他們提供表格 以便他們可以登記投票 或者獲得缺席選票 他每週的報酬為1150美元 通過預付卡支付 問題是 選民登記申請上相同的簽名是怎麼回事? 而且許多地址不存在 或者是假的 申請人的數量還很大 有1萬份左右 而這個城市的人口還不到4萬人 隨後 密西根州成立了專案組展開調查 州警察局和總檢察長辦公室 加入了馬斯基跟市警方的偵查 在調查過程中 州警察發現 GBI戰略公司在密西根州的許多地點 設有臨時辦事處 這意味著 該公司可能在密西根全州範圍收割選票 該公司的總部在田納西州 從2014年開始運作 警方還確認加里貝爾是該組織的頭兒 負責運營 而《網關專家》進一步發現 GBI戰略公司在20個不同的州 設立了辦公室 加里貝爾還擔任另外7個州的顧問 警方在獲得搜查令後 又突襲了GBI戰略公司的一個辦公室 發現了半自動槍、消音器、幾十步星的 一次性手機、幾百張預付現金卡 和不完整的登記信息 並在垃圾箱裡發現了公司操作人員的 所有僱傭協議 這說明公司正在清理它 警察沒有逮捕任何人 警方查核 槍枝是合法的 但那一袋預付現金卡是可以誤品 從法官簽署搜查令的日期是10月29日來看 警方的搜查是在當天或者之後 警方報告說 在GBI戰略公司遞交的這1萬份選民登記中 有大量是明顯的欺詐 有大量是嚴重可疑、缺乏關鍵信息 需要進一步核實 也有大量跟數據庫核對是合法的 也就是說 至少有幾千份是虛假的 這只是在一個區區小城 警方報告的這部分內容 描繪出了一家公司 可以如何利用郵寄選票作弊的模式 概括來說 公司公開招聘人員 卻用預付卡支付薪酬 報酬遠高於雇傭協議所定 這樣就不經過銀行 增加了追蹤資金的困難 這一切表明操盤手已經考慮過某些情況 他是有組織的協調行動 這家公司還使用一次性手機來租賃汽車 警方報告中還調查了GBI戰略公司的資金來源 卻很有來頭 我們放在後面說 《網關專家》曾在2021年2月獲得了一段錄像 並在推特發布 結果賬戶被推特關閉 直到馬斯克買下推特後 才恢復賬戶 這段錄像是共和黨民調人員 在2020年大選日當晚拍攝的 錄像顯示 在底特律TCF體育館計票中心 一黑一白的兩輛汽車一共兩次開進去 把一箱一箱的選票從白車上卸下來 搬進了計票中心 而車子是租賃的 此後沒多久 人們就看到了拜登曲線 這些在凌晨3點左右偷偷運來的選票 和警方調查的選舉欺詐應該是聯繫在一起的 這家公司2016年在密歇根開設辦公室 按照聯邦選舉委員會的統計數據 希拉里競選團隊支付了該公司5萬美元 當年希拉里以1萬5千張票落後於川普 輸掉了密歇根州 在2020年 拜登競選團隊支付該公司45萬美元 拜登比川普多出了15萬張票勝出 根據這份密歇根州警方報告 GBI戰略公司是這個選民登記計劃的運營組織 員工的工資為每小時15美元或每天120美元 不過 接受警方採訪的那名黑人婦女說 她每週的工資為1150美元 公司還向她提供一輛租賃汽車 她得到了一張可充值的工資卡 而這家公司的資金來源 主要來自民主黨的競選團隊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等 比如 警方調查人員發現前民主黨參議員道格·瓊斯 在2018年參議院競選中向GBI支付了157萬美元 民主黨參議員競選委員會向GBI戰略支付了18萬8千美元 道格·瓊斯是阿拉巴馬州的民主黨人 在2018年聯邦參議員補選中獲勝 在2020年競選中 川普支持的湯米·圖伯維爾贏得了這個席位 阿拉巴馬州是共和黨州 不是搖擺州 當時 媒體普遍報導 圖伯維爾得到了川普的背書 道格·瓊斯可能會輸掉 所以 民主黨競選委員會就沒有投入太多 密西根州警察和馬斯基根市警察的聯合調查 就進行到此 因為案子被移交給了聯邦調查局 此後至今 沒有任何來自聯邦調查局 關於該案的消息 密西根州選舉調查員 貝爾·奧哈洛倫說 聯邦調查局沒有對涉嫌選舉犯罪的事件 採取後續行動 奧哈洛倫現在是密西根州共和黨的 選舉呈現主席 根據《網關專家》報導 在2020年11月 時任司法部長比爾·鮑爾 任命了一名臭名昭著的司法部檢察官 此人掩蓋了選民欺詐犯罪 民間調查人員從今年6月開始了進一步調查 他們發現 到目前為止 GBI戰略公司在20個不同的州都有業務 一共有70個辦公室 負責該公司運營的加里·貝爾 還以顧問身份與其他7個州合作 該公司自稱是個左翼組織 在2020年選舉週期 從聯邦選舉委員會網上查息 GBI戰略公司一共收到了469萬美元 付款最多的前三家都是民主黨的機構 分別是民主黨參議員競選委員會 支付了211萬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服務公司支付100萬 愛荷華州民主黨支付48萬 拜登競選團隊支付45萬 排名第五 名列第四的是Black政治行動委員會 Black政治行動委員會在2020年選舉週期 一共花費了1100萬美元 《網關專家》稱 目前還不清楚該組織的資金來源 班農提醒 這家公司非常需要進一步調查 8月9日 星期三 班農採訪了 《網關專家》的創辦人吉姆·霍夫特 和熟悉密西根州警察局報告的一名律師 羅根·奧漢德利 奧漢德利的認證推特帳戶裡 自我介紹致力於曝光兩邊的腐敗 在奧漢德利看來 由密西根州總檢察長達娜·內塞爾領導的 密西根執法部門一直在壓制大規模的 選民欺詐醜聞 內塞爾從來沒有向公眾提起過 警方這期選舉欺詐調查 反而一直聲稱 密西根不存在大規模選舉舞弊 最近還起訴了16名私院認證川普 贏得密西根州的選舉人 而最糟糕的情況發生在聯邦調查局 該案完全被埋葬了 班農認可這個看法 但認為共和黨首先要承擔責任 他質問 密西根當地的共和黨檢察官在哪裡? 當地的共和黨在哪裡? 為什麼晚了三年才曝光出來? 2020年11月、12月正在調查選舉舞弊的時候 為什麼不披露這個案子? 現在該州共和黨負責人在揭露選舉舞弊上能做什麼? 為什麼需要吉姆·霍夫特和小媒體網關專家來披露? 密西根州警察局這份報告還讓班農明白了 現在在俄亥俄州看到的情況 和GBI戰略公司如何獲得資金 只是同一枚硬幣的另一面 班農認為這是關鍵點 應把它記在心裡 民主黨人正在籌集資金 只是現在還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水平 與此同時 他們讓川普把所有的錢 都花在了法律上 這就是機會成本 他們想讓川普把時間和資金都花在法律上 這就是我們必須弄清楚的地方 班農的擔心是對的 川普曾說 他雖然反對郵寄選票 反對收割選票 但在允許收割選票的州 共和黨人應該大力去做 其實GBI戰略公司做的就是收割選票 民主黨和左翼機構付錢給這類公司來做 密西根州警方這份報告可以讓共和黨人明白 這套系統是怎麼運行的 排除造假的情況 那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 招聘大量人員腳踏實地去做 找到真正未登記的選民幫他們註冊 班農提到俄亥俄州 可能民主黨人把俄亥俄州 作為了2024年選舉的一個重點目標 GBI戰略公司在2020年 就跟俄亥俄州民主黨合作過 可謂經驗和教訓都有 在2020年中期選舉肯定也合作過 相比之下 班農認為共和黨的鬥爭方式 仍然非常傳統 他告誡 共和黨人必須在生活中找到一群領導者 把人們組織起來 協調行動 有觀眾留言說 共和黨人喜歡搞內鬥 不像民主黨人那麼團結 其實這可能是大家誤解了 不是共和黨人不抱團 而是共和黨人中大多是傳統的美國人 他們更尊重個人意志 而不像共產黨或者有些民主黨領導層那樣 強調集體意志 犧牲個人價值觀 當然 民主黨中也有傳統的人 但現在的一些民主黨領導人已經變成了共產黨 為了權力無所不做 而反觀共和黨人 即使意識到了有必要協調組織起來 但做起來也不那麼容易 在這方面 川普競選團隊在協調各州的行動上 是做得最有成效的了 目前還主要是為了初選 密西根州警方這份報告公開後 班農和一些共和黨人正在努力把這件事做大 他們希望以此為基點繼續調查追究 然後推動取消郵寄選票 回到紙日選票 回到傳統的選舉和計票方式 對於共和黨人來說 無論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 最最最重要的是 首先贏得2024年的選舉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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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